好 主播各位观众 的确啊 现在呢 原来上半天的淡水是进阶性的风雨 那么随着时间越来越晚呢 风雨是越来越强了 那么我现在的位置呢 就是您可以看到画面上呢 就新北市政府刚刚紧急调来了追高级 像原来淡水老街 也就是靠近这个马街同向的这个地方 这里是每逢涨潮大雨并淹的地方 也就是怕到了下半天的时候 风雨越来越强 那么这个每个是两寸重的 这个巴黎的售票亭 有可能会承受不了风雨的袭击 有可能会掉到了河里面 因此新北市政府是赶紧叫来了 一台台的追高级 将这些巴黎的这个售票亭呢 是赶紧的全数撤离了 那么呢 这沿线呢 一共有四台的这个售票亭呢 那么刚刚是派来了一台的追高级 因此呢 是赶快的撤离岸边呢 希望能够在中午前完成这些动作 那么刚刚工作人员表示是 只要达到了中台以上的等级 他们都会依照SOP流程来完成这些动作 这是我们在现场问题 掌握的这些情况 先把镜头关起来 好 谢谢宜德来自于现场的连线报导